这是一段完整的表演 首先很感谢我的领导支持 我搞这个 他们真的非常开明 然后每次请假都跟他们说 这把肯定淘汰 以后就回去好好上班 每次都晋级了 我这回就是忘说了 我就被淘汰了 但是真的领导 不要再让我去粉丝群卖车了 这几年也就是我们行业不景气 要不然这个节目的冠名商 说不定是我们公司呢 我就带字禁足 我觉得我怎么着 应该也不会被淘汰了 然后还要感谢无忧喜剧 然后当初就是皮球 他们劝我过来参加 他们说来了就能见着五月天 骗子 小话太动了 然后还要感谢肖狗文化 真的你们公司每次出事 我们公司的纪检委都会找我谈话 让我洁身自好 让我重新说一把 感谢肖狗文化给我提供了这个平台 他晚上就给你讲这个 他为什么不讲这个 你们真的给我的生活 平凡的生活 冲添了很多烦恼 今年我感觉好多演员都不开心 我觉得一份工作 如果让你们不开心 你们就考虑换个领导吧 你说 你们输了快乐 拿了大王又如何呢 有道理 拿了大王你们当然就可以赚钱了 但是我现在是没有这个希望了 所以你们有活可以想着点我 我便宜还不挑活 我也很感谢我自己 我这么懒的人 我当初就是为了抱怨一下生活 然后他们跟我说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门槛也太低了 感言也太炸了 转场最佳 我现在每天被逼着写稿子 演出子 比赛子 还让我上点心 我的心太大了 不好上 还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的喜欢 真的受宠若惊的 我知道我长得不错 身材也还可以 家庭也很幸福 工作也很稳定 我还幽默 但是有一些男观众 不要再给我发奇怪的私信了 你们配不上我 好了好了 我感谢完了 祝大家身体健康 记得想我 线下再见